消逝的傳統金光歌仔戲 以下資訊由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民國38年 戰後社會一片混亂 物價惡性膨脹 民生經濟困難 加上許多那台歌仔戲的劇目已一再扳演 觀眾已經看膩 為吸引觀眾前來看戲 劇團除了安排星系外 更加入了機關部級及神光效果 以加強戲劇張力 也稱為金光歌仔戲 有人將Opera戲納入金光戲的一種 但其實所謂的Opera 源自歌劇Opera一詞 屬於一種新戲 比如在歌仔戲演出中 穿和服拿武士刀 或跳演舞唱流行歌曲等 這種穿梢大眾通俗文化的 現代拼貼雜彙風格 都稱為Opera戲 無論在戲劇語言 唱腔音樂表演形式上 都與金光戲的屬性不同 因此金光戲與Opera戲 應該截然區分 歌仔戲就像海綿一般 有著大量的吸收 其他表演形式的性格 除了因時制宜地發展出 金光歌仔戲與Opera戲外 更演變出歌仔戲電影的形態 進而成了台語片的開路先鋒 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 那台歌仔戲廣泛地吸收 各種戲劇精粹 融合許多新的內容 演變成現今的樣貌 但無論以何種樣貌呈現 其核心都是源自傳統文化戲曲的精神 因此我們除了肯定傳統的文化意義外 也要接受改變 包容創新 才能留給傳統一個發展的空間 一個對我們國家歷史的認同與驕傲